本来要陪民众在迎接马年的黄色小鸭 很可惜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爆破了 变成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一副模样 很多人在猜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突然的就自爆了呢 而今天的主办单位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他们说原来是因为他们在张出 在制作小鸭的时候 在小鸭的屁股这边做了一条拉链 本来是要来防止小鸭的气体外泄的 结果没有想到反而适得其反 最后反而因为它的气体没有办法露出来 所以里面的温度就不断不断的升高 而外面天气很冷 所以里外温度不同 到最后小鸭就自爆了 而现在他们还在思考 到底是要让越南的小鸭来带打 还是要让基隆的黄色小鸭 重新逢补抽再来上阵